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和三国和泵的朋友们 还有世界日报记者 分享我刚刚跑完的一个越野赛 这个比赛是200英里的一个高山越野比赛活动 这个大概是有八年的历史 这是美国北美第一个这样的200卖的赛事 在那之前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100英里的比赛 然后100英里通常就是有不少 像西部100这样就是很著名的100英里 那200英里就是比较新的一个赛事项目 现在大概美国有四个这样的比赛了 这个泰浩湖一版呢泰浩湖200是第一个 就是这个赛事呢就是基本上是在山上 然后在泰浩湖这个附近呢 这个黄湖原来是绕一圈的 但是今年的比赛呢 它是因为去年野火的原因 它把那个南部的一个赛段呢等于改掉了 就好像就是说北部的赛段呢跑两遍 就是玩法这样 所以这个赛事它是海拔是从6000多一直到9000 然后赛程当然就200英里 然后怎么说就是大概有200多人参加吧 然后它是玩赛率呢差不多就一半一半 就是有一半的人能够比赛能够完成 然后它是关门时间是100个小时 就是基本上就是要大部分人要花四天的时间 那最快的这个Elite呢大概是两天多一点 他们能够完赛 那一般的人都是要在三天到四天之间完赛 这个项目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样子 那中间怎么休息呢 是这样的 它这个是一个连续就是non-stop比赛 然后你谈到它中间有几个圆珠站呢 有你可以休息你也可以在路边休息 就是你休息的时间算在你的比赛时间里 所以大部分人呢一般休息有两 有因为这个好几天的比赛嘛 所以他人一般都要休息一下 就是打个盹啊 或者说休息几个小时这样的 有的人睡在车里 就是在几个圆珠站呢 你可以有你的后援队呢开个车过去 然后你在里面睡两三个小时 有的人呢就在他有这个圆珠站 他也有那个sleep tent 就是有帐篷 然后呢帐篷呢 那里面有几张行军床 你可以在上面 如果有空位置的话 你也可以去休息几个小时 还有人呢就是你在路上走 实在困得不行了 你就自己倒在路边上 然后打个盹这样 所以基本上就是 就这几种方式 就是睡觉的时间都是很短 那您自己是怎么休息的 你是睡车上还是 我是基本上我有一个比较很强大的后援队 都是我们Burn的成员主持人 然后他们还有我家的泰坦 然后他们加在一起呢 等于说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后院服务 然后我是基本上就是睡在车里 然后就说在五十麦的地方啊 基本上就是五十麦的位置呢 然后我他们把车开到那个五十麦的 那个后院站上 或者一百五十麦 然后一百麦 然后这这三个 大概每个五十麦的样子的位置呢 他们把车开过去 然后呢 我在里面睡两三个小时这样 然后马上就再接着再走 所以那意思是 假设你是好比说这睡两三个小时的话 那那等于说你天黑的生意 还是继续跑着 这个意思是不是 是的 是的 这个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你啊 像一般我们一般跑百卖的时候呢 那就是晚上也是不休息 直到你困得实在不行了 一般就打个抖这样 那这个比赛呢 因为他要花三四天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我的策略 但是就是说 不要等到实在困得不行了 然后再睡 因为那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是你这个体力 就是你可以走也走不动了 然后跑也跑不动了 然后还会有幻觉什么的 所以呢 我是尽量说提前在我最困的之前呢 就先睡两三个小时 发现这样的话还是比较有效 就是说基本上也是晚上嘛 所以正好跑了五十脉的位置呢 大部分你基本上也是晚上 一般是在午夜或者两三点的时候 正好也是比较困的时候 然后所以呢 就先赶紧睡两个三个小时 这样的话呢 马上就是接下来呢 就比较 就感觉能够恢复一些 但是呢 整个三天多下来的话 一共其实就睡了七个多小时 就是七 就是这个已经 我觉得还行了 就是算是比较 反正没有感觉到 没有到困到 就是在路上还要打抖 那个程度 所以呢 可能睡的还算还可以 就是 是 他这个 他这个晚上这个路是怎么样 是有灯吗 还是说你要自己带一个头灯 对 全部都是自己带头灯 因为是在山上跑 然后 都是自己要带头灯 我一般的要求的 备用装备里面要有两个灯 就是你要有一个灯 还有一个备用的灯 所以就是 全是完全是靠自己 给自己照明这样 是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 这个 因为这个是非常长啊 所以等于说 那你之前的训练是怎么样 怎么样练习的 怎么样准备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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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百万的训练 其实是一个 很好玩的东西 因为 因为这个 它不像 我们一般 我们本里面 大部分 我们都比较熟悉 跑全马 然后跑全马 有好多训练方法 然后 不管是什么训练方法 都是比较科学的 有系统的训练方法 什么时候该跑 Tempo 或者是 什么时候该跑 间歇跑 什么时候 多长距离 是这个 Line Run 或者我们叫 Line Run 来 这个 一上升到这个 一百 或者是 更长的 这个距离的话 这种训练方法 就是没有很 特别 没有很成熟的训练方法 就是大部分都是 就是 就是自己估计的 然后 去跑 然后呢 你不可能说 啊 训练一百 卖了 你的Line Run 就是要八十 卖 这个也没有必要 两百 卖了 你的Line Run 要一百多 卖 这个也没有必要 就是基本上的训练呢 就是说 我自己的训练呢 就是说 还是那个训练的强度 可能和平时 跑全马 差不多 只是说训练的 这个 地方 就是你要在山上跑 主要是要 训练这个上下坡的 这个 这个训练 然后因为 平路特别少 所以基本还有一个 就是要训练这个 power hike 就是快走 暴走这种 这个我发现 对两百卖训练 是非常重要 因为 大部分时间 像我们这个 普通的这个 叫做 就是 就是大部分时间 还是在 走路 就是power hike even the elites 他们也是在 要power hike 因为他们的 就是最快的人 跑下来 也要60个小时左右 然后他的平均速度 也是在15分的 15分一个英里 这样的 呃 配速 所以 基本上就是说 呃 要power hike 就是要快走 啊 这个走 能够power hike 的人 就是能够走得很快的人 就比较 就比较好 就是说 所以呢 一般训练 情况下 就是还是主要 要看这个 要花长时间的 去hike 然后 就是去 呃 在山上爬山 呃 主要就是这些 然后就是说 从体力 训练上 是 所以当时 你怎么会想要去 去挑战这个 两百倍的 这个 哎呀 这个也说 说起来 也是挺有意思 就是说 我是一开始 跑 我 我是一开始 跑 我跟大家一样 都是从 跑 跑半码 跑全码 开始 然后跑了几年 啊 然后我们 呢 这个 本里面 有几个 啊 啊 就是跑超码的 啊 这个先去像 阿唐呀 呃 叶帅 叶军呀 这些人 他们对我 影响蛮大 就是我看了 他们跑这些 在山上跑 我发现 呃 就是跟他们 跑过几次以后 呃 就是 训 就是 就是 在一起 跑着玩了以后 发现 这种 跑法 更 我更感兴趣 然后分解啊 还有这种 呃 这种环境啊 自然环境啊 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所以我就开始跑这个 呃 就开始跑这个 呃 超码 然后从大概一百万 从五十K啊 那么五十麦啊 然后一百K啊 就慢慢跑下来 啊 然后呢 就是 跑到后面 我发现这个 跑超码呢 除了体能以外呢 就是说 它是对一个人的一种 心理方面的考验 还有就是 对各种因素 就是各种元素啊 你比如说 天气啊 还有这个 赛道的这个复杂性啊 难度啊 啊 还有这个 你说自己补给啊 各种挑战性 啊 就是蛮有意思 就是不像我们平时跑马啊 你会发现 很多人 很多赛道都是 都是很完美的赛道 像我们跑CIM这种 非常完美 气候的满满也比较好 然后呢 每两三个啊 每两三卖的 还有援助战啊 什么 就是基本上 你就要把自己体力训练好了 啊 基本上就 可以水到渠成 然后在加拿大 我们有很多拉拉队 什么 跑超码的 就是比较 是另外一种运动了 就是说 首先这个 你是在山里跑 也没有多少人跟你喝彩 然后还有很多因素 都要你自己去解决 冷呀 热呀 没有水了 要带多少水呀 要带多少 这个能量呀 这个胶呀 或者是 能量胶呀 这些东西都要你自己去解决 这些东西都要你自己去解决 还有就是你放空了呀 迷了路了 等等 就是 就是这种复杂因素很多 那这种这些因素呢 我观点都是一种 比较有意思的挑战 然后就是慢慢的就是说 开始挑战一些 一百卖啊 然后就 好像自然而然就想去挑战一下 这个两百卖 两百卖的区别呢 就是说 一百卖我们通常的一天 或者一天多的时间都能完成 那两百呢 就基本上都要三天到四天 那个这个挑战呢 就其实主要就是说 一个是自己的心理耐力 就是你自己能不能坚持 三四天的时间 从心理上不会觉得 就是坚持不下去了 还有一就是说 你的这个睡眠呀 这些因素 就是是一种另外一种挑战 就是在一百卖的这个范围之内 基本上不会遇到像 睡眠的问题啊 这些 但是到两百卖的 你就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等于说 就是说有时一种自然而然的 就是想去尝试一下 这个三到四天的这个耐力 会是什么样子 那你在跑的过程中 你最困难的时间点是哪一个 就是刚开始还是一天之后 还是怎么样 我是 这个这次跑呢 总来讲还算比较顺利 就是说没有遇到特别困难的地方 就有几个原因 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跑之前 首先我是有个团队嘛 就是我刚才说了 我不是我自己一个人跑 就是我还有一些人配我们叫配色 还有后援团 就是我们有四个 我有四个配色 然后他们在我从八十万以后开始就配色 除了那个以前呢 就是在我们在比赛前呢 我们还做过一些沟通啊 然后去研究一下 谁配色哪一段啊等等 然后他们提供了很多装备啊 饮食啊各方面的建议 然后就是这些呢 计划呢都 对这个比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等我一开始跑的时候呢 我会发现啊 其实很多问题我们都已经计划好 所以呢 所以这个解决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在比赛当中呢 就是没有太多的 惊讶的地方 就是好像说 哎呀这个问题没想到 那个没有没想到 有没有想到 但是很少 就是基本上啊 我是啊 这几天的跑下来 基本上就是 情绪方面啊 还算比较稳定 就是没有特别的大起大落 就是好像说哎呀 痛不欲生 不能坚持 然后啊 还几乎没有到那个程度 那就是有遇到过一些状况 然后啊 也基本上都 都解决了 我说我看东西 就是其实比较乐观 就是遇到问题就遇到 遇到了就就解决就完了 就是这样啊 其实最困难的时候 可能也就是最后一天 我是呃 就是就是跑完一百麦以后 呃 其实也不是很困难 就是遇到过一些问题 就是说啊 比如说我跑完了一百了 然后从那个叫海门里的那个 那个滑雪场开始往回跑的时候 那个早上我就记得啊 我是想着我睡了一觉起来 我才跟你去到原住站吃那个 吃个早饭 然后马上就上路了 然后我的pacer已经等着我了 哎 结果到原住站以后发现 什么吃的也没有啊 都 他都没有了 我要咖啡也没有咖啡 是bacon什么也没有 然后鸡蛋也没有 就根本就没有吃到早饭 我说那怎么办 那也不能在那等 然后他说这些呃 那那我们就正好就走了 就 困着肚子 然后就啊 跑二十麦 到下一个原住站 才迟到了早饭 已经到中午了 就是这这这样子情况呢 就是你就得你从心理上 你就要准备好 你不要因为这个原因 你就好像啊 这个是怎么办啊 这是这 你就得想到办法去就是 尽量往正面的想啊 就是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要自己带一些能量胶 不就不就吃点那个呃 那个bar也可以 你可以解决问题 所以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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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百万的过程中 你都没有想过说呃要放弃 或者是都没有都没有一度认为说 自己完成不了这个这个赛事 呃没有 还真是没有 呃没有 就是我没有想到说啊 这个 可能有几个原因 有一个原因是呃 我是呃觉得这个呃 我我我跑之前我就给自己呃 想好了我我就给自己呃 想好一个呃 我我跑这个东西的理由来 就是我就想到任何呃 真要有有这个有想放弃的时候 或者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就自己去回想自己为什么要跑 为什么要跑这个东西 哎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帮助 还有一个帮助呢 就是因为 还是我说的 就是我有这个呃呃 呃我有这个pacer 呃呃我这个后援团 就本来我们有四位呃呃 呃呃在帮我 他他我们从他从八十脉开始就呃 总有一位在在陪陪着我跑 然后呢这个对我还是呃 从心理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总是有一个人在帮着你 呃虽然虽然那个人也他也不能帮你背东西 也也不能说是呃呃 替你走路或者背你走这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他就是在旁边陪着你跑 你就会觉得哇这个我觉得好幸福的样子 就是就是那种很感激的样子 觉得不能对不起他们 呃 一定要把这边跑完那就是一段一段的跑 就这样 所以所以这个pacer是可以可以陪跑的就是 对但是就是他有些规定 对他就可以换 然后从从五十脉的地方就可以这个pacer啊 主要的呃呃呃呃呃是就是安全就是他是主要是为了保证你安全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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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区 可能会自己会走丢呀 会有各种出现各种情况 就是这个pacer好处就是说 主要是为你提供一个安全保障 所以是有pacer 但是也有的人没有pacer 就是他没有选择pacer 这样的话呢 可能我感觉会更难一点 大概的比例是怎么样 多少人是有pacer的 绝大部分人都有pacer 大概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70%的人都有pacer 你跑完之后 你什么感觉 除了这个成就感之外 怎么庆祝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 我第一个想到的跑完了 就是回去一定要 首先要睡一觉 实在是太困了 那几天跑下来是特别困 然后赶跑完了以后 我就记得我在车里 然后我的pacer 阿唐还有扬 我坐在他们的车里 他们在开车 然后我在后面困的就想睡 因为当时是晚上11点半的样子 然后在路上困的实在是不行 然后想睡一觉 可是又晕车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晕车 我平时是不晕车 结果又晕得不行 然后还停下来吐了 就是那种 所以当时也特别不爽 但是完了以后 当时第二天起来以后 我就想 还好 就好了很多 就睡了 一觉以后起来 还好了很多 但是接下来几天 基本上都是在补觉 因为 发现那几天 确实睡眠亏了不少 然后每天都要都在 好像都在补觉 然后就是睡了七八个小时 然后中间呢 还要再打个盹这样 就是连续大概拖了好几天 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说庆祝一下 也没有特别庆祝 就是 就是可能我想到的第一件事 但是说到庆祝就是 请我的胚手和我的后援团 一块去搓一顿 就是去吃了一顿 就这样 是是是 那 你做完了这个 这么艰难的 那你下一个 有什么目标吗 这个 其实跑超马的 这个 它的这个难度呀 挑战呀 除了巨雷以外 它还有其他的 就说有些比赛 比如说一百麦的比赛 也有非常难的一百麦 虽然它距离没有两百麦那么长 可是它 它难度非常大 就是比如说它爬升特别高呀 或者是 赛道特别艰难呀 就是你可能 有时候 有的一百麦 你可能量二十多个小时能完成 那有的一百麦 你可能要花四十多个小时能完成 呃 所以这个 在超马这个 这个范围之内的 它这个各种挑战是很多的 然后有的是 比如说 呃 呃 有的是挑战占高温的啊 你像那个有个叫坏水一百 就是啊 一百三十五 叫白瓦的 one thirty five 那个比赛虽然都在马路上跑 可是那个是从 从那个死亡谷 从那个Death Valley 呃 往那个Montwini跑 然后最高温度可以达到一百二十度 在马路上跑啊 然后 所以那那个难度就其实是蛮大 虽然它只有一百三十五 而且没有 没有 技术上没有什么挑战 就是因为它是在路上吧 可是它的 难度就在于你能不能够 呃 战胜这个高温 所以这也是一种挑战 但是这这其实这些挑战 呃 这个外在因素呢 呃 我是觉得 只是一些 只是一些因素而已 你最终你挑战的是你自己 对吧 你 你不管是什么 呃 什么困难在前面来 基本上就是每一个这种比赛 它都有些自己的 都有些特点 都有些难度 那你最终挑战的不是这个比赛 而是挑战你自己 因为你最后战胜就是靠你自己去战胜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看 其实是在测试自己的一种 心理呃 承受力 就是你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你这个比赛就是这样 就这么难啊 说刮风就刮风 说下雨就下雨 这次我们这个比赛有两个晚上都是在 呃 山上下冰雹 下雪啊 啊 那是 而且事情都不知道 呃 天气预报也没有说 可是那你怎么去那你就要去面对这个东西 哎 所以那其他任何这种超马的比赛 其实就是一种 有的人专门选择一件很难的东西 啊 啊 其实就是我的感觉就是说 即使你是挑战你自己 就是说 你是通过这种比赛的 作为一个方式来 呃 来来来锻炼一下自己的这种 呃 心理承受力啊 这个 呃 解决问题的能力啊 呃 就这样 所以我是就是这种 实际上跑超马的这种魅力 就是 所以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所以 你要跑这个你是之前 你要有什么积分吗 还是 谁都可以去跑 呃 是这样 一般是跑这个 呃 很多像超马比赛 像一百麦以上的 很多 难一点的比赛 都是要有一些 他都是要去你一些 有一些 qualification 就是说 比如说你跑一百麦 你至少你要跑过一百麦的 或者说你跑过五十麦 一百k了 呃 这样的 呃 他才会让你去参加 呃 有这样的呃 qualification 还有 有一些是 你呃 你要做一些trail work 这样的 就是volunteering 这样work 呃 那 那这个两百麦 呃 其实他是 呃 比较 他没有qualification 他没有 呃 没有说要求你 一定要跑过一百麦啊 啊 呃 或者是什么什么 很奇怪 但是 我看到的 呃 这个比赛就是 首先这个比赛 他要抽签 然后 呃 我看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都是跑过 多个一百麦的人 就因为这个比赛 他一般人可能 如果连一百麦 没有跑过的话 可能他不会去 去挑战这个东西 但是他也没有其他的qualification 你必须要跑到多少成绩啊 什么的 呃 他是比较 因为 因为啊 还有一种类型的 呃 这种运 运动员 就是选手的 他们是 就是这种 fastpacker 就是怎么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就是他们是 呃 hiking 就是很厉害的人 就是那种属于那种啊 快走那种 呃 很很厉害的人 他们那些人 可能在这种比赛里 他也有优势 他未必说必须要跑过 一百啊 跑过多少个百英里的比赛 这些人可能他 跑百英里不一定快 但是呢 跑这种 走 这种长距离 两百或者更长的距离 因为大部分时间在走呢 他就有优势 所以 所以对这些人来讲 他们可能有一定的优势 嗯 所以他自然这个比赛并没有 什么资格 就是你必须要有什么什么资格 但是他确实 有很多啊 必备的东西啊 你会 你去看他的啊 比如说他的装备啊 你会很多人就会却步 因为他要求了很多装备 都是你在野外生存必备的东西 就是你啊 因为你要有这个自救的啊 各种装备和经验 因为你看原住站 他有几个原住站 可是原住站和原住站之间 要间隔二十英里 所以呢 那你在二十英里之间 你出了状况 你必须自己解决 啊 或者你和你的pacer 如果你有pacer的话 你和你的pacer 来解决 然后你叫救援 那时候不得以叫救援 那救援也是要 花很长时间才能到 就这样 所以也未必是一个上策 然后你的pacer本身也要求 必须有各种必备的装备啊 像什么紧急的水带啊 啊 是 被两声多的水啊 还有有这些保暖的衣服衣裤啊 这些要求啊 还有什么 一些医院的一些 专备啊 你都要自己备好 就是你要为你自己就是在野外生存 野外出现状况的 你要有自己的这个自救能力吧 你要这么说 所以这就这些要求一下来 其实会吓到不少人 就是很多人不会去参加这个东西 你跑这个超码算是第几年了 嗯 我是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 我这个呃 我本身就属于 嗯 很普通的一个 跑步的一个跑者就是 因为我在本里面啊 跟好多人比 我的成绩啊什么呀 也很普通 啊 我是从大概2017年开始 啊 就跑三 然后呢 当时呢 就 就有意想跑超码 先先报了一个50k的那种啊 比赛 然后又报了一个50mine的比赛 结果那50k呢 因为野火原因没有举 就你就取消了 最后呢 我第一个超码呢 就跑了一个50mine 这2017年底的时候 跑了一个50mine 然后啊 当时跑了就觉得 呃 就是跑得很痛苦了 就是 因为那个 就是跑超码到最后 那个人的体能啊 啊 那种感觉和那种感觉和我们跑全马上赚钱 赚墙的感觉还不一样 赚墙呢 我们有时候感觉啊 腿抽筋了 或者这个那 他跑超码这种 我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到后面 大概跑了30mine以后啊 那个 红身都疼 就没有一个地方还要不疼 就那种感觉 这 就是可能跟我 那个训练也不够啊 什么什么什么原因 反正是第一次跑的经验 然后 后来就2018年 开始就陆陆续续跑一些50k啊 60k啊 这些东西 然后到 啊 2019年呢 跑的 跑了100k 然后呢 2000年呢 就想跑啊 啊 100mine的 结果2000年 比赛都被取消了 然后 就 啊 我说 我 我的意思2020 啊 那个 19年跑100k 然后2020年 就是说 啊 想跑100mine 结果没跑成 然后就 2021年跑了一个 呃 他后这边的一个100mine 啊 跑了两个100mine 等于是2021年跑了两个100mine 然后 2022年就 跑了这个 200mine 基本上也是 循序渐进嘛 没有 没有 也没有突飞猛进的样子 反正就是 基本上按照自己 意愿 然后慢慢就 呃 就 就这么过度 过来 是 好 谢谢 谢谢 我的问题 差不多到 到这个 看看 说不定 其他 还有其他的问题 好好 谢谢你了 好的 我们现在就 open这个 问答给 所有的人 呃 然后有 另外我们几个 co-facer 还有 呃 也会 呃 做一些 呃 大概的分享 因为海燕 呃 这边如果有什么 好的照片啊 或者有什么呃 你准备好的 就是已经是 从大家那里 收集来的照片 或者一些图像 嗯 不知道你有没有 呃 今天有没有可以一些 也分享一些给大家 啊 好的 好的 我可以啊 我是准备了一些 那个 我看 怎么去 呃 我准备了一些材料的 应该是 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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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e 你的 screen OK 大家能看到我screen吗 应该可以 OK好 我看看 其实这个powerpoint是跟三国的几位 跟Jamie 还有几个一块准备 首先我 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Burn的救援后援团队 有阿唐 有Jeff Jeff Chu 杨梅 还有义群 阿唐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 然后Jeff是三国 还有园艺群是三国 杨梅是东湾 他们四个人是我的那几天的主要的后援 还有我太太 我太太基本上就是负责开车 接送 就这些 那这几位呢 除了开车以外 他们还要陪我跑步 所以 那是我的pacer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大概有一个介绍 就是 这个阳湖的这个赛程 这个赛段 然后呢 然后我刚才其实已经讲到了这些 总赛程呀 爬升 这个爬升呢 是三万五千英尺的爬升 然后总升降是七万了 就是因为它是最后会从起点再回到起 呃 那个起点 然后就是 所以到最后你 你上去的锅还要再下来 就是 嗯 基本上海拔就是从六千到九千 啊 总时间的是一百小时 然后有七个援助站 然后参赛人数是两百四 啊 玩赛的有一百三十九 这是近年的参赛的 然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嗯 基本上就是 那个K总说的 基本上是几个滑雪场串起来 确实没有错 就是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是五个滑雪场 然后就从每一个滑雪场上来下去 上来下去 上来下去 然后绕虎一圈 那有一个滑雪场 以前是有经过是在这边的 叫Cierra的塔火 但是因为那端不是 因为野火原因就 呃 那端就改到了 所以那个滑雪场没有去 其他的都有 就是就有五个滑雪场 然后这个给你可以看到是 嗯 那个 呃 这些整个这个elevation profile 然后 嗯 他的这个高山啊 这是这个 这个比赛的有个特征 就是他的气候 啊 基本上比较难测 然后因为你在山上跑嘛 你 你可能会遇到各种暴风雪啊 啊 什么什么 这次我们有两个晚上都遇到了冰雹 嗯 然后还要过雪地 因为很多地方雪都没化 啊 所以要 啊 要过雪 然后还有雪地还要摊水 有有有些地方呢 就是 呃 是要摊水过去的这样 啊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你反正我我这里就是有一些准备了一些材料 就啊 就是我什么时候开始跑步呀 啊 等等什么时候跑全马呀 什么时候不开始跑超马 这有一些 大概的有 我其实刚才都已经提到了就是 但是你看到那个chat呢 你再说一遍 哦 那个chat里面有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跑这个200 miles 啊 这个chat ok 我没有注意这个chat 没有 我看到我就读给你听 这个我为什么跑这个200 嗯 这个 这个 个人的问题 其实 其实也是 这个 嗯 我当时为什么跑 那有几个原因吗 有一个原因是 嗯 就是我 就是 这是一种挑战 就是想试试看看自己 啊 在跑过几个 呃 呃 百卖以后呢 也尝到了这个百卖的这个滋味 然后就想 换个口味看看 有没有更 呃 呃 更有挑战性的东西 就我刚才说了这个200 miles 我的特点就是 呃 要要解决自己 呃 怎么去休息啊 怎么去呃 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啊 啊 因为你睡觉 你不睡不行 你睡多了也不行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呃平衡 所以这个平衡呢 就 我觉得比较有有有有意思 然后就说到底一个人需要休息几个小时才能够连续作战 所以这个是一个 但是就是想着啊 呃 让自己去尝试一下这个东西 所以就报了这个比赛 然后另外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这个地方我蛮喜欢这个塔豪呃太豪湖这个地方是我一直很喜欢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的风景啊 呃 是 就是我是呃呃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之一就是说所以每年都要花很多时间来这边玩 冬天会来滑雪夏天会来backpacking啊或者是呃跑一跑呀 hiking啊所以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呃我蛮喜欢的地方所以可能这几个原因加起来我就想报这个东西呃想试一试 还有一个原因啊是因为我看了那个呃我们Burn里面那个超马大人阿唐写过一篇文章 因为这个比赛其实他是第一个Burn里他是第一个跑这个比赛的呃Burner 然后再后来我就好像没有人再跑过 但是他写过了呃他自己写有一个blog嘛 然后他他写了他自己跑这个呃比赛的一些一个整个经过呀什么的写得非常好 然后我也是看了他的那个文章以后觉得觉得挺有意思 就是想也去试一下就这样所以就去阿唐哥是大家都 都都受到他影响 是哦下一个问题问是你刚才说有240个参赛选手你除了你之外你你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华人 呃华人有一个位是从纽约来的呃他也蛮厉害然后我们事实上在比赛前他还他叫采文的呃他是他在跑这个比赛前还去还来弯曲跑了那个quicksilver啊然后我们弯曲我们Burn里面有几个呃阿迪啊什么还帮他还做了他的pacer 啊所以呃也我就知道这两个就是除了我以外就是就是这位女生他也完成他也是呃他也挺好的他最后也是嗯呃大概是也也顺利完赛了就是大概是90几个小时啊啊所以这是一个女生哈这是一个女生的另外一个啊哇好厉害纽约那边来的 那个Yic decided to change the times. OK啊然后下一个问题问你科 movie give a어가ako 您这次你遇到那些极端天气你刚才说有下雪还是下风暴你怎么应对你穿什么衣服啊 对啊这个他呃这个这个比赛呢他有一个必备的装备就要求你要有保暖的衣服要有呃那个 water 就是防水的衣服,所以这些你都要背着 所以我还另外还有我还背了那个 大部分人还都背了一个puff jacket 就是羽绒的那种 就是你这些都背着,都背在你身上 因为但是我的专位大概我我我称了一下 但是大概12磅 所以所以这些东西都在身上背着 所以那个下雨呢,这时候呢 其实是风上,但是下雪的时候呢 其实一开始我就是穿一个windbreaker 后来发现不行太冷了 然后就是再加上那个puff jacket 然后那个裤子呢是这样的 然后我带着那个长裤 就是反正你就穿一个tight 就是那个smart wood那种tight 也比较薄呢 所以而且带了防水的裤子 但是防水裤子好像但是没有穿 只是一直带着 OK,那你你跑下坡的时候有什么技术细节 或是经验分享一下吗? 就是上上和下,上坡和下坡有不同的跑法是吧? 对,这个下坡这个是一个技术问题 这个东西是蛮tricky的 其实我发现很多我们很多人就是跑超马的人呢 跑得好的人都是下坡跑得好 上坡呢,因为大家都是大部分都是要走 你只要能够hike的很快就行 然后下坡呢就是你发挥的你的技术的这个 这个技术优势的时候 所以练一下这个下坡呢就是你要自己去练 就是跑坡的这个 因为这个这个坡它有很多难度 然后就是它不是一个平的一个 一个马路上一个坡 那种坡呢是一种跑法 还有一种坡呢就是那种technical的坡 这个像这个 他这个坡基本上全是那种乱石 还有这很滑的 那种沙石啊沙土啊 当然还有像有雪啊有泥啊有各种情况 就这种不同的情况就是你 你跑这种坡的话呢就是比较 啊要求你要有些技术 就是要要要技术 这个不是技术 就是说你平时训练的时候 就是要要训练这个怎么能够放开 然后呢怎么能让自己不摔跤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很technical的地方呢 我发现有时候balance的时候 你就用tracking pull反而可以balance一下 这个时候你也许跑的快 不是最主要的跑能不摔跤 好像比跑的快更重要 因为你要一摔了完蛋了 就是那一起来可能你 你会有些你会受伤呀什么的 我自己也摔过无数次就是 所以自己也是从这种教训中 一点点学的就是 还有一个戴口的戴手套 戴这种将mountain bag的那种手套 就露出手指头的手套 那种那种手套的好处就是说 你一旦在下坡摔跤的时候 你手要去着地的话 不会伤到你的手 所以我一般的technical 我要戴手套的 就是有很多这些类似的细节 反正就是自己平时练的时候呢 就是要注意 所以都是要练 那你刚才那个图有说高度 有有有这个高度有高反呢 有高反的呃 但是看着就是我我们在呃 我那个路上碰到就是那个 跑那个车很多人是从B 是从C level来的呀啊 东部来的呀 他们上八千尺就已经很头疼了 就开始头啊 有好几个就是就claim他们头疼 呃就是其实就是轻微的高反 是有的 我自己呢呃 因为我自己倒还好 因为我呃 我在这边有意在这边做一些训练 就是做一些aclimate 呃所以呢一般像八千九千 呃基本上应该 我基本上这次没有感受到任何 任何高原反应就是 呀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就说 比如说这种比赛很多从外地来的人 他们都要早提早来适应这个环境 就是就是就是高反啊或者是天气啊 都要适应才比赛是吧 对对对确实嗯 你刚才说你睡觉当然你有个豪华车让你去睡 那一般的人怎么睡 有有有有有帐篷吗 还是没有帐篷里面 对没有地方让他睡他怎么睡 对就是说所以我刚才我是提到说有那个 Fast packing的人他已经习惯了比如说他有一个 啊我跟我一块跑 曾经碰到过一个小伙子 从啊卡拉德来的 他自己就是他他有一个bivy 啊就是那种很简易的帐篷 来啊还有睡袋 然后他自己把这个那个东西很小 然后他是他自己就装在一个draw bag 然后他到了那个A station 以后自己就掏出来 然后摊在地上自己睡 而且他睡得挺好 就习惯了 他就是习惯了 对就是这样的人 就是你要是习惯了这种Fast packing 这种方式 这种啊你就不会觉得不舒服 你要说平时我只能在自家床上睡着 那那就比较麻烦了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你睡不着很多人是睡不着 他睡不着他想睡睡不着 然后睡不着呢那你就啊 那那那你那你第二天 特别是第三天就惨了 就知道最后越来越那个不行 因为你睡不着的话就你这个体力恢复 嗯嗯就是 OK你刚才说有睡觉就睡很少时间 然后那现在就是比赛者他 什么什么几点起来几点睡觉都是自己决定的吧 什么吃东西都没有规定是吧 这都是自己决定的 然后他援助站里提供一些吃的 然后你要自己呃 如果你他们啊这个援助站的 因为每20卖才有一个援助站 所以呢一般人到了援助站以后 一般不像我们在A station 不像我们跑圈吧 在A station大概停几秒钟 拿东西抓了的赶紧就跑好了 这个援助站一般情况下都会停十几二十分钟 觉得你要换鞋换袜子 然后呢你要吃东西呢一般都要吃 啊real food 哎呃你吃焦你不可能吃好几天 啊所以要吃 就是吃real food 比如说他他他一般都有 Casadilla 什么啊hamburger啊啊啊啊 taco就是就这些东西 然后晚上会有一些soup啊 一些一些鸡汤啊菜汤啊这些这些 哦那些真正的食物 对啊这对就是因为你你到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你不可能吃下去焦了 就是你就必须吃这些食物 所以所以你到那以后你就order这个东西 比如说他帮你去cook的时候呢 你自己就啊该换鞋换袜子 什么什么呃是搞一搞 基本上啊吃东西呢一个是靠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有后援的话 会带一些吃的啊 我当时就是我的后援团就是他们 我带一些粥啊啊他们还做了包子 这都是我没有要求但是有红烧肉吗 没有红烧肉但是好像有一次surprise 我是带来油条 我都不知道会带这个东西 但是但是觉得很惊讶 但是我我我吃点都没问题 然后我我一般比赛有什么吃什么 然后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呃吃吃吃上好像没有出什么状况 ok那我觉得这是呃夜野赛都是有 就不管什么运动那夜野赛也是其中 自己都会有一些危险的那个状况 那2021年在中国是吧黄河10 百百你是100公里的越野赛出现了那个很炸的很大的事故 我不知道这个是我们的吴嘉尔问的 是出了中大事故那大师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我我自己没呃我觉得是我也非常惊讶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嗯啊当然当然大家都是都知道 对中国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就觉得这个很沉痛的一个教训 我是觉得就是说啊呃呃呃呃 所以这个事情出来以前我自己就 其实对于这个啊做自己在外面跑 就比较在乎这个自救能力 我刚才讲的就野外生存啊呃呃呃呃呃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比赛呢 让我们更觉得有必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因为什么 你在外面你不能依靠别人 你在这个山上这种环境当中呢 它是气候是顺其万变的 就是你不能依靠别人 因为什么别人有救援的时候 都会有时间关系 等他们来了你可能已经不连了 所以你必须要带一些装备 即使这些装备你可能永远用不上 我这次飞了那十几半的东西 有一半是没有用上 但你不能说因为没有用上 你应该幸运你没有用上 你不应该说我被亏了 你不能这么想 你要这么想 那这就会有隐患 像我们跑马的 多一刻的东西都不愿意带 就是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 要的是一个速度 就是要尽量的奖琴 但跑这个月也不能 冒这个风险 就是说这个一定要把自己的安全 放在第一 所以我自己 对安全第一 对啊 我平时去比如说我一个人去跑 trial什么 我都是要带一下 背行通印 那个因为很多地方没有self 所以我都要背这些东西 然后真有遇到情况 或者是需要跑晚了呀 或者是什么的 我可以给家人去发个短信啊 什么的 还有这是自己背的一些essential的东西 这个你要去参加一个REI的一个课 比如说你可以学到很多这样的东西 就是你会surprise 因为很多东西你是想不到的 但是你我们经常出去一些很漂亮的地方呀 你你会你其实也面临很大的风险 只是这些风险我们没有意识的而已 所以很多很多这个危险其实就在身边 我们我们去年都知道有一个runner 在planet ridge 那个stroke 那个keystroke死掉 所以这些事情就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所以这个我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 然后然后你才是体能呀 这个完赛呀 这些东西啊 就是在其次的 你要是不能保持安全 不要想到其他东西 安全应该是第一的 你刚才说讲到下坡的时候 说拿着那个登山杆 那越野赛都可以拿登山杆的吗 要是你拿的话 你收起来是又放在背包上 还是一直都拿在手上 这个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大部分越野赛都可以 允许拿那个track and paw 也有例外 例外就是比如说很挤的那种比赛 比如说他是不允许你 但因为这样你会把你会帮到别人啊 但是绝绝大部分都是允许的 然后这个登山杖呢 就你说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不用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你要自己要收起来 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个问题 就是你要你要平时要practice这个啊 往哪放的问题 然后一般情况下我是 我背的一般背的这个backpack啊 或者是背的那个bell都可以把它收起来 然后把它挂在上面 然后你要practice这个东西 你要是不去practice这个东西呢 你在比赛中在用的会 你会觉得不方便 因为有时候你不需要的时候 你还要拿到手里这个会影响你的 会影响你跑步的呢 所以就是你要practice把它能够收起来 然后那个装在那个bell上 或者装在你的pack里头 明白 K总这个讲座分享是一个小时是吧 我们一般来说就是每次分享 大概会从8点半到9点20分到9点20左右 所以我看今天的问题也挺多的 要不这样就是因为海燕他还有一些这个slide 先让他把slide讲完 然后我们slide讲完以后 把问题收到以后 如果看大家的需求 我们可以再加一个就是专门的Q&A的session 就是给有兴趣跑长距离的 那听说我们我们可以打个广告吗 可以可以因为我们还会在座 对我知道今天be mind for大家的时间 然后我看了下面的问题 可能还可以再讲很久 我们我们叫大师 海燕大师先介绍一下 因为海燕大师其实是我们不仁山谷的倡理人之一 那我们本身这个分享是山谷 想自己就是讲 我们准备了一些东西是针对一些 就是跑者或者是跑山的人听 就是更细节的 比如说这些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都是问得很细 那我们其实是有另外一个section 因为200 mile嘛 100个mile还有乘以2一次讲不完 一定要分两 要加倍一次 所以我们是有打算是下星期或者是找到时间合适的话 我们大师还会再分享更多 然后我们的pacer也会参与 这个分享会更也会就是另外一些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要不就让大师先把他的这种给大家介绍的slide讲一下 然后我们下星期三就像我们说的星期三或者再早一再安排一个时间 我们做一个比较细细的Q&A 尤其是给有兴趣 今后要跑超码或者跑小超码的这些人可以join一下 好的 那我的技术上这个chat里面的问题可以save的是吧 因为我不大知道 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save下来 好的 那你麻烦你save 我们可以就那些问题不要忘掉 那slide的话好像我们下星期或者是下次分享都会发出来 要不要就等下一次再go over 我看一下 大概还有多少时间 你现在slide大概还有多长时间的 是这样 这些slide其实没有很多具体的东西 但是我们谈的就是想针对每一个slide都是展开去回答一些问题的 所以现在看来这个世界是不够 所以我现在后面这几些slide 比如说讲到这些百元里遇到那些问题啊 导航啊补给啊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大概今天肯定是没有时间 还有些装备啊这个估计很多问题 如果要是展开说的话肯定是没有时间 就是 我看了一下 对其实你设计 我们把这个slide大概过了一下也知道你大概会有什么细节的内容 那我们就这样 今天我看了一下也9点快到9点10分了 反正也谢谢大家时间 我想就是再晚了也不好 因为尤其这周还有比赛 那我们就安排下一周 下一周我们就原则上还是按老规矩就是大概是在8点左右 星期三我们再做第二次就是细节上的Q&A 然后到时候也有你的pacer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比较内部有兴趣的问题都可以问出来 然后也可以讨论 甚至给一些建议 大家怎么参加这个操板训练 好的 谢谢 K总 那大师 你要做个总结吗 我没啥总结 我就说谢谢大家 然后很多有些问题 没有回答的那就我们下次再回答 然后下因为其实我也不是 其实我们班里面有好多人人 就是我只是只是因为跑了这个比赛而已 并不是其实我们有很多有经验的人 那个像我的一些pacer 其实比我很有经验 所以呢 那个下次呢 我们可以请我的pacer 他们一块来 为大家回答问题 这样好不好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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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师 OK 谢谢 晚安 晚安 谢谢海燕 谢谢海燕大师 谢谢K总 好 拜拜 拜拜 再见 再见 好 你们可以开始 Hello 大家好 周三好 我们今天继续再请海燕大师 跟我们分享他这个200米的Tahoe endurance runs 那我们我不知道今天今天上线的有没有上线有没有来 我们这个也没有关系 我们很多人会有一些overlap 然后我也先介绍一下海燕大师 我们在山谷是我们都叫大师从来不叫名字 只要是大师就是我们都知道是谁 假海 那要是你要加名字的海燕大师是假海 是什么假 我以为是真假的假 原来不是 假宝玉的假 所以你要是叫海燕大师 千万不要叫假大师 因为这个是真的大师 然后我们就在今天分享的话除了大师之外还有我们的强大的Pacer 我们下来我们会继续让他们也分享一下他们的经验 那大师呢是我们知道你是很热爱摄影也热爱跑步 那这次或许我们我们再重温一下上星期也讲过 如果是今天要是有新的人话这个Tahoe 200米 这里数字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很多数据在这里面 那大师就是美国第一个500米的3D野赛 200米不是500米 那你这个Tahoe 那我这个是我们的Tahoe 我们都知道Tahoe 为什么这个不走一圈呢 就是因为去年那个野火本来是一圈的 阿坦六年前跑的时候 就是一圈 阿 但是因为去年那个Cowdor Fire 然后南端的那个那部分呢 他就没有拿到Permit 所以的今年就只能跑北东北 西边东边和北边的这个部分 所以就变成了100麦 然后再All Back 然后再100麦再回了这样 就是一个来回 所以为什么你这里爬升就是有点对称就是这样子是 因为你回来的时候就对 所以你我看你这个路线好像是又会跑下到湖 又会跑上山上 这样上下这样子的 对基本上就是从湖边跑到洋的滑雪场跑上去 然后再跑下来 然后再跑到下一个滑雪场 然后再下来 然后反正是路过了大概五个滑雪场这样的 大概有四五次到湖边 OK 然后然后再回到山上这样 山上就回到山上是三点上 然后再就这样 那我看到你这个数字我有点好奇 为什么只有220个人参赛 我要这个比赛人 是因为这个这个赛事 它的距离比较长 可能难度比较大 还有一个是它申请这个permit的话 一般都是就两三百人 我们最有名的像西部100这种比赛 也就不到400个人 其实在美国就是在一般叫National Forest 或者是就这些地方申请这种比赛 那permit它都有人数限制 主要是原因是为了保护这些地方 就是他们限制人数 也很少有超过三百人的 对这是一个原因 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我记得可能阿唐当时跑的时候 是不是两百都不到 对报名只有两百人 你这个完赛率很低 几乎就是一半不到60个percent 那是不是那些人没有跑到一百个小时 就关门了就不能够继续呢 还是怎么样才不能 一般这个关门的都不是在终点关门的 大部分关门都是在 还没有到终点就被关门的 一般到终点的话 就是它是它在终点之前 它有几个援助站 它一看你时间不够的话 它就不会让你往前走 所以它也在每个援助站都有关门时间 基本上 有的人比如说它跑了一百五十就被关门了 也有的跑了一百就被关门了 它是不是到最后才被关门 所以就每一个那个station 你没有达到这个时间就不能够再继续了 对对是因为一般的这些越野赛都是这样 因为它一个是安全原因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安全原因 然后还有个答案就是 它这些援助站 它不能一直在那开 然后它很多permits 它申请的这些permits都有时间限制 就是多长时间 你必须要玩事情 就是整个全部 你的整个活动它有一个限制时间 啊明白明白 你看我都不知道这些rules 那我好奇你没有把 要付钱吗 你去跑载 这个这个 当然要付钱 我们又不是赞助的 不是这个elite 这个这个还挺贵的 这个 现在 大概一千五百块钱的报名 也是也要减几一千块钱吧 但是六年前 报名费就一千多 对对报名费就一千多 就是就这个这个比赛是挺是蛮贵 因为两百卖以上的比赛 都是一千多块钱以上的报名费 那那那那那你还要报寄住宿啊 然后还有其他的pacer的那些 那这个其实参应一个赛买 也也这个经济方面还要考量一下 比比你跑一般的全马肯定是要贵不少 啊 即使你是去坐飞机飞到一个什么地方 飞到比如跑坡嘛 你坐飞机飞过去 然后再住酒店 估计那个开销也没有这个多 这样子这样子 OK 可能有很多人想没有机会去跑 可能想跟随你经历一下 我看到你太太做了一个那个video 我想放一下 让大家也看一看一看好不好 好的好的 OK 那我我会因为是有六分钟长 我会加快乐 然后没有声音 又有声音怪怪的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景色很漂亮啊 这是当时的哈 这就是当时拍的 哇 这个100号真是很好 哈哈 就大家集中啊 就是这个包裹你 你就是那个station吗 这叫draw bag 就是说它是一般都会有几个 这样的话呢 你要换鞋子呀换袜子呀 或者说你要加一些吃的呀 比如说能量瓣 这样你就要自己做好准备 所以这个你开始计划 这些东西比较麻烦 就是其实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要想到 所以我看到下雪了晚上 下暴雪是 把暴雪那个 是有两个晚上都下了雪 因为是一个bandwin 然后后来就变选了 后来就变选了 因为是一个bandwidth,可能就很快,我认为是double speed, 所以就是你的pacer一路的陪你跑。 对,这个是刚才那照片就换pacer,然后一开始是扬眉pacer, 然后到了一个援助站以后换成了Aton。 所以很大部分就是快走,不是真的像我们跑得很快。 对,一般就是不可能一直跑,而最主要的可能是, 因为首先是上坡跑不起来,下坡可以跑一点,就是这样的。 上坡基本上都是为了节省体力,都是走。 pacer的一个任务也是帮你拍啊,这是晚上了。 就是没有这些,没有pacer的话这些也记录不下来,对不对。 你会带那个什么gopu吗? OK,86个小时。 我不喜欢带的东西,我没有带的。 OK,好的,这就是你的。 对,这是当时在终点拍的照片。 是人家给拍的那个,就是那个地方有个摄影师给拍的。 OK,不好意思,这个我换了。 那我们先回来看一下,我们到回来讲一下,你跑步的一个经历。 这里都已经写好,我也不重复,我有一个observation。 所以你是13年才开始跑步的,那为什么跑步? 当时,对,当时,中年危机。 对,基本上就是中年危机。 当时有一个事件,对我症状比较大,就是我, 我当时,我的工作单位,我的老板,就是我的顶头上师呢。 我还小两岁,然后,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人。 但是,突然心脏病,突发就死掉了。 所以,当时,对我那个可能震动比较大。 然后,我太太,但是有一个叫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搞的一个叫,就是你捐款,就做慈善的一个, Half Marathon Training。 然后,我就,我就join了那个 Training。 然后,就是,你就是,等于他有一些,提供一些coach, 然后,一些group run,什么。 然后,你要,你要做的,就是要,在规定时间之内呢, donate,就是,就是能够,就是发展一些朋友啊,同事啊, 要不要去筹款。从那开始,就跑了第一个Half Marathon。 就那么开始。 OK,那我是15年加入Burn三股的,那时候,你是, 你是元老啊,你是Funding members。 所以,你也是通过跟,跟阿唐哥他们认识, 然后加入,成立我们三股的那个。 是,但是有一个,但是我,因为三股的Burn 成立的比较晚一点,可能比其他几个分部要晚了。 但是我就记得是,一开始我认识了李培和Henry,朝辉。 然后呢,我们一起去,跑了那个,2015年初跑了那个Half Marathon Relay。 当时呢,我还记得,认识了阿唐,但是因为就已经读到了他的那个博文。 然后就在那认识他,他在那做Pacer,好像是3302什么一个Pacer, 我当时呢,跑马根本就没跑呢,就是,但是就是我们四个人跑一个马。 然后,我是第一半,所以我就站在了起跑线上,认识了阿唐,我记得当时。 然后那时跑完了以后呢,就Sherly,就找到我们。 但是,几个,三股的几个人说,说大家三来一块成立一个Burn的分部。 那,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几个人就开始瞅瞅说,在哪跑啊。 然后选了好多地方,换了好几个地方。 但是还有Frank Dean啊,几个人,然后就找地方,负责找地方。 然后呢,南湾总部的他们就负责,呃,拉一些人过来,跟我们一块跑。 啊,这样的话。 所以,所以当时我,我们现在想,觉得你已经跑了200个Miles,真的是很牛。 那可是我看你,你离三年开始跑步,你跑了两年才去跑一个船马。 然后再跑三年,总共五年。 相比很多人,很多Burn的牛人来说,你并不是这么好成绩。 我觉得你很有耐心啊,这整个过程。 然后你就,中间你就开始跑三,所以就这样子得急下来,继续的跑下来。 那是你是一个什么,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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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你用那个Math Training,你,你,这个是对你。 这个 Training,首先是我天分比较差,这是肯定的,这毫无疑问,没啥天分。 然后,呃,呃,然后在跑步之前,我也没有其他锻炼。 呃,不像别人啊,有人踢球啊,有人练,呃,健身啊,或者游泳啊,骑车啊,什么。 我是就是couch potato,然后当时也很胖。 然后,呃,我就是因为我说了那个,我那个同,同事,我那个,呃,呃,的事情呢,我对我震动很大。 我才开始说该,该,该断了断了,然后,然后就开始就,对,练Math是2014年开始就练。 然后当时也是觉得光跑步好像不行,啊,然后就开始练一些Math呢,然后就是注重一些饮食呀,呃,等等就开始练。 然后,但是我是,呃,本身可能跟这个Math训练,呃,呃,呃,教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呃, 啊,就是你要healty first,然后othinness second,就是othinness will come naturally,就是说一开始不要去呃,刻意地追求,说一定要到什么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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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什么成绩,就是你的身体要是健康的,然后你,然后他呃,呃,呃,你的成绩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就是它有这样一个,呃,一个理念在里头,所以,我也,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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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也沒有特別在意去追求這個 一定要比如說一年之內一定要逼課啊 或者什麼 我覺得但是差點挺遠 所以我就慢慢來吧 就是這樣 我感覺是有點細朽長流 就是說你到了最後 就能夠跑到200個秒下來 這也不是一般人能夠跑了下來的嘛 所以我是看到你這個時間跑步的流程 我就有這樣一個感想 那這個很好 因為Burn裡面很多人都基本上 都是我們所說的跑步是路面的 然後也有很多人也是參與這個越野的跑 那兩個之間的比較你都嘗試過了 你覺得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他們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這個其實是 這個這方面我其實經驗不是不是很多 我覺得最有可能阿唐啊什麼的 他跑的兩邊都跑的特別多 然後應該是可能最有經驗 我就簡單說一下我 然後讓阿唐給大家補充一下 我是這樣講的 這樣理解 反正其實這兩種跑跑法都可以達到斷了身體的效果 然後路跑呢 就是主要是因為他這個路跑的訓練和比賽的形式 大家很多比較注重於這個配置呀 像越野跑呢相對來講呢 配置不是太特別重要 你需要的是一些多種Skill 比如說你爬山的能力呀 你下坡跑的能力呀 這些這些有時候和你平路上的配置呢 關係不是特別大 就是有時候你發現你平路上跑得很快 你可能爬坡就不行了 或者是下坡又不敢跑快了 或者是就是 所以這裡面這個越野跑的 對這個人的這個綜合能力要求要高一點 還有就是你 這個大概是這樣吧 就是阿坦你有什麼補充呢 對那個海燕大師講的挺好的 我個人感覺就是馬拉松呢 就有點像騎自行車啊 像不變速的自行車 這個越野跑就像那個變速的自行車 所以呢跑馬拉 跑城市馬拉松呢 就是說你得掛上一個檔位 然後就這個檔位就不能變了 你要不就跑 按照這個速度跑完比賽 要不呢 你可能就跑不下去跑崩掉 但是那個越野賽呢 就說你可能會崩好幾次 但是呢你還能緩過來 還可以繼續下去 就是一個不能允許失敗 另外一個是可以允許這個多次失敗 這就是我的理解 OK 那我們這次是想一聽 就說在越野賽的話 你跑到200公里的那個挑戰 大師你練出來 那體能當然是這樣子 體能的話 你覺得有 我記得你說過你跑完 跑完一個Trial Run 是整個每個肌肉都在躺著 那是我第一次跑這個超馬 就是其實這個跑越野 這個也不是說非得是超馬 越野也有比如說半馬呀 也有全馬呀 很多也有一些短的距離 但是呢就是跑超馬的基本上都是越野跑 就是很少有 當然也也有在那個 那個那個田徑圈上去跑那種 跑二十幾圈什麼的 但是那種就是比較少 就是一般的越野這個超馬都是在越野 那就是越野的這個 我是覺得他這個 我一開始跑的時候也是沒有什麼經驗 然後第一次跑就是跑那種感覺 就是跑到最後就是就是阿唐說的那種 就是你會經過 因為時間很長 然後你在這個長時間 長距離的過程 你會有很多次的起伏 然後就是你可能有時候就是好幾次 你就會好幾個階段 你會覺得就跑不下去了那種 然後就是哪都不對勁 就是那種感覺疼痛呀 什麼各種片呀 什麼什麼 反正就是各種原因 你會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那就是那這個這個 你距離越長 這個出問題的機會就越大 就是這樣 那就是說 但是呢 事實上你要 但你要通過一段時間的訓練 你這個訓練 包括體能訓練和心理的訓練 你會越來 你會可能會越來越 怎麼說呢 就是說你的主觀意念上 你會你可能會更能夠容忍這種 長時間的 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這個跑步啊 就是比較長時間的你可以 你可以更能容忍的就是 那所以就是你的這個 mental 這個心理方面 就是這個挑戰就是因為體能或者是那個時間消耗 所以你要堅持的那個這個心理壓力很大 壓力 我是這樣感覺的 就是說你其實這個距離不是 你的身體啊 並不知道這個距離 其實你這個距離呢 就是一個外在的東西 然後後面就是一直跑啊 或者說你任何一個活動一個項目 你要是連續堅持24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的時候 你的挑戰就是除了你的體能是一個挑戰以外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你的心理啊 再也是一種挑戰 就是說 我們仔細想一下我們其實平時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什麼事情的讓你一直堅持做24小時以上 很少有就是基本上這種事情很少 啊 但是這個超馬這個運動就是這麼一個一個一個 啊 一個項目就是他可以讓你去專注一件事情 連續不斷的專就是幹這些事情 超過24小時或者更長的時間 或者幾天的時間 哎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最主要的是我我個人覺得就是說你的心理斷量能力 會受到這個磨練 那就是說 平時的訓練啊 什麼的就是要注重這個心理耐力的提高 然後通過各種方式呢 然後提高很多像meditation啊 怎麼去 stay focus on the moment the present time 啊 啊 還有就是說怎麼 turn any negative 情況 就是你處理一些情況的 時候呢 你要能夠有一個 positive 的 呃 就是一個正能量 一個正面的想法的話 你日常生活會 會處理的比較好 所以這些其實都是我的耐力 就是你能夠讓你支撐下來的 這個主要是這塊腦袋 就是這個你這個 mind 你這個 mind 因為其他東西都會出狀況 所以你平時 你平常有念這個就是 practice meditation 對 就不是說就是天天去跑 自己 是這樣的就是你 他這個 meditation 是其實一個很泛泛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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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我 我是 我是經常練的 就是抽空時間 有半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的時候呢 啊 去 meditate 一下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你在跑步 或者當中 去 meditate 就是怎麼叫 meditate 其實就是你 mindful的去 你去跑步的時候 你是去 不要去想著 就盡量不要去想著 啊 過去的事情啊 或者是將來要發生的事情啊 然後你盡量的是就是 就是專注自己周圍的這個環境啊 然後然後去 啊 就是 keep your self sensitive to 你的 body 然後你的就是 基本上就是說 有一個有一本書叫寫的 叫做 run the miles you're in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 你在跑的時候 你在運動當中 你就想著你這個運動 這個東西 不要想到別的東西 如果你想到了別的東西呢 然後是 gently bring back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過程 其實就是一個 一種 meditation 這個這個 為什麼說這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這個東西讓你會覺得 啊 如果你練時間長了以後 你就 你在跑步的時候 你跑比如說 十個小時啊 多少個小時 你不覺得時間長 如果你要是沒有這個 這個訓練的話呢 你會發現 有時候你跑兩三慢 跑兩三個小時 你就覺得時間忒長了 就想接觸這個東西 其實這個主要就是 就是說 一開始 因為大家都想的就是 跑步是一開始想我的 pace 我的心率啊 什麼 啊 因為這是大家最 care the most 你的意思就是很專注 就是專注你正在做的事情 我記得我們一起群跑的時候 你跟我講過說 跑步就是一個 meditation 我真心有想 也想 想到你教我的東西 我也會有時候 practice一下 沒有聽耳機 什麼我知道你這整個86個小時 一首歌也沒有聽 一個故事也沒有聽 就是這樣跑 然後你導航這個 你平常你怎麼樣 你是 download the map嗎 你出去 平常你 除了這個比賽 平常出去 練習的話 我覺得這個對安全很重要 你要熟悉這個環境 是這個導航現在我們有很多先進的設備了 還有有衛星那個還有你的手機上可以下載一些不需要 那個不需要 cell phone signal 的 map 還有就是以前上我REI那個課就是說 他用你那個最 basic的那個campus 去做導航再加地圖去做導航 其實這些能力都是很重要 就是說你學到了以後呢 你會就是在一些觀念時候你就可以 就不會get lost 在這個跑步比賽相對來講要好一些 因為有一些marking 他會有很多marking 但是有時候就是marking的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平時我們去一個地方 跑個二三十米沒有marking 然後你就完全要依賴那個trail上面的幾個sign 還有就是自己下載這個地圖 這些東西呢 就要事先都要準備好 這樣的話呢 主要是一個 一個是不會get lost 還有一個就是安全性很重要 就是你要真要任何時候你都要知道自己在哪裡 不然的話呢 你就就會很危險就是這樣 然後你這邊就是你就是一般平常你練習的 然後這一次他突然覺得話 我你給我看過你這個你看這個spread sheet裡面 其實很detail很很小一部分 其實你都以每一步驟你都要寫下來 這是很重要是吧 其實我以前跑一些比賽 從來沒有做過這麼詳細的spread sheet 這是第一次做 所以為什麼他是做 因為主要是為了我的pacer們和的crew 因為他們因為這麼距離這麼長 然後又經過好多的援助戰啊 很就很複雜 所以呢 要沒有一個大致的一個計劃的話 大家都會就會一頭污水 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去哪地方 所以就只好就計劃了一個這個大致的 就計劃了這樣的話呢 我的pacer們就知道說什麼時間 大家知道什麼時間要去什麼地方 其實主要是為他們考慮的 還有那個後援就是我太太他們 他要去開車 什麼時候去 什麼時間要趕到什麼地方 這樣的話大家有一個 有一個大致的譜就是 那體能上你說用power high 平常訓練 比如說我們 對這個因為是這樣的 我本身也不是特別快 所以呢 而且這個他和200這個比賽呢 就是elite他也要大部分時間只在hike 你可以看到他的pace 就是一般的像那個第一名 他們要跑60個小時 60個小時也是15分的pace 所以你看他基本上 他也是就是hive 就是 所以呢這個powerhiking很重要 就是說如果你能夠 比如說爬山的時候 你能夠 16分17分的pace能夠爬山 那你 那也沒有好好訓練 你可能要20分 20幾分以上的pace 你才能 你 就是你在走的話 所以你這一下子每一脈 你可能要差了 四五分出來 所以你想想 如果一個能 能夠快走的人和一個 走得不夠快的人 會差別很大 跑步呢 反而是差別不到那麼大 你說你真要跑起來 像有些路段可以跑 你跑9分 別人比你快的 他跑8分或者7分 那一脈也就差2分 可是你在 你在慢起來 你走路 你可能一脈就差了4分 所以能快走的話 你要能夠走得比別人快 這話你會趕很多時間 當然你主要不是為了跟別人比 就是說你主要是為了趕時間 就是你在你可能比較更 Efficient時間之類的能夠 就是說等於是一個是一個 vantage 我覺得這方面的 我是因為我也是看了別人的研究 特別是讀了阿唐的博文 然後就說走路很重要 怎麼如果要爬山 如果你要走不快的話 你看到別人能夠很快輕順把你抄過去 走路把你抄過去 你就知道別人真是走路真的這麼快 所以我覺得像阿唐你們是不是 你可能更有驚訝 這個 很好 那我們可能就也可以進入到我們的配色群 group 不是群 那我們這邊 你這個配色 都是晚上陪你走嗎 是誰 我們有四個配色 是吧 他們其實他們是真是很辛苦 就算是這樣的 計劃的時候呢 有晚上有白天 這個他們 因為這完全取決於我什麼時間到什麼地方 就是我們計劃的時候是按照里程來的 但是呢什麼時間我呢 比如說我到八十麥的地方 就有一個一個 sigma mereka 就一個一個總是一個範圍 可能早一小時 可能晚一小時這樣 所以基本上是按照里程來配色 因為他那個不是每一個圓珠站都可以 cuts 或者都可以換 就是一個 一般做 跑二十麥才能到下一個地方才能換 Oct 你不能中间你不能换的 就是他没有地方你换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其实蛮辛苦 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至少要配置20万 然后累积的话 大概每个人都都配置至少30万吧 我看都是配置了30万左右的 是不是这样 OK OK 那或许我们你看来说 Jeff是我们山谷的也是大师之一 我们叫Jeff大师之一 那他是Jeff在哪里看到在线上是吧 那Jeff你没有我认识你的话 你没有参加过任何船马或者是越野比赛 那你这次跟大师Pacer的话 你第一次的感觉 你有做准备吗为了做Pacer 当然要做准备 正像你说的 我没有参加过全马 也没参加过越野比赛过 我在Burn里是待过不少年头了 从15年开始 也跑步也爬山 但是就是说我都是比较 比较Casual的 就是那种休闲跑的那种 爬山那基本上以Hacking为主 Train Run也比较少 今年才开始 所以当大师哥跟我说 又没有做他200Mbps的时候 我是又兴奋又紧张 兴奋来了 天上掉馅饼了 对吧 能够近距离的看看各路大神的那种风采 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机会 紧张也是自然的 我就知道我的那个 但是呢就怎么说呢 就练了 静号可能不是很好 那个Bandwidth好像不怎么行 听到吗 听不到了 听到了 我知道Jeff 因为我给我看一下 Strava他为了 为了做你的Pacer 真的是练了爬山 那他两个晚上都陪你 陪你就是跑 然后从这个finish line的时候 是他跟你一起 是 是 他跑的一开始是 从80迈到100吧 然后后来又从190到finish 对 都是马上 两个都是马上 对 我跑了两段 第一段没什么经验 基本上是跟着那个大师的步伐在走 但当时呢 大师呢就说 他还不到100迈嘛 所以他体力精神都还比较好 好像也不需要我做什么 到最后一二 最后呢 时迈呢 就说 虽然他那个步伐是越来越快 但是就说 他说他当时看那些 比如说树啊 他能联想到有人 看到石头 然后呢 然后我就那个 而且就是特别过了那个山顶之后 那个trail上的那个路就不是很强 那个地弄的比较远 所以就有意思的跑到前面去对着地图 看你一下就找找路 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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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持续 有点 有点 那你以前有Pace过大师上一年 那这次又Pace一次 有什么感觉不一样呢 对呀 我是这里面最Lucky的 那见证了两次 他的手百万和手二百万 两次的differences 就是第一次呢 我没有什么经验 然后呢 当时我的自己腿也有点问题 我有点 就是说怕成为他的负担 但是当时Max说 他到时候已经80万了 应该没问题 然后所以我就去了 那么呢前面一段还可以 就走走跑跑还能跟得上 但是最后的大概是两三万的时候 是个大下坡 这是他最擅长的 然后他就把我拉抱了 就相当于第一次呢 我差不多就是他配置我 然后呢第二次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就相当于我跟那个海燕 也跑过一些长距离的 然后就R3了什么R3了 然后呢第二次我觉得我签意识里呢 就没有觉得自己是个pacer 就是就是一个regular long run 然后呢就没有那么紧张 然后反正海燕他自己也很厉害嘛 他是我见过的最乐观最正能量的 这是没有之一啊 然后那个第二次我觉得pacer的作用呢 就是陪跑照相 然后呢就像他们刚才说找路 还有提醒吃这些东西 但因为我们当时都是白天 所以呢找路这个就不用我了 然后呢照相我完成的任务比较好 然后呢就是两个地方做的不好 就是这个提醒他吃东西 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他没有吃早餐嘛 我也没有意识到 而且呢他自己的diet比较特殊 我也一般不offer他吃的 然后后来他就是吃了点 我还比较高兴 然后呢这个打水这个 就是我们进去camp的时候 如果我这个pacer 你们能听到吗 然后其他的pacer的话 可能就去帮他打水了 我当时没有pare那么多 attention 帮我自己的东西了 然后让他自己多走了 大概5到0.7脉吧 那个做得太好 然后呢就是我们 我趁你上厕所 我趁你上厕所去打水 结果完了没想到 那个地方那么远 然后我就总的也等不回来 然后有一人回来了 我还问他呢 我已经走错路了 我说你见到的人吗 他说你还帮他打水了 所以我想可能没丢了 然后呢就是pacer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第一要自己 把那个瑞士的这个东西 也要自己弄清楚 下载好路线 自己make sure 自己能跑下来 不要成为runner的负担 然后呢其他的也没什么 太重要的 然后呢 哦对 这次我本来 我本来我们开始的安排 是我跑20脉 然后呢就后来没人 我还想呢 哎呀这是好的机会 我可以跑50脉 但是呢后来 那个幸好阿唐接手了 因为最后一旦 一开始应该就要有 1000尺的爬升吧 我觉得要是我去的话 可能就变成负担了 对 所以呢这一次的 反正还 我自己还觉得 还可以吧 还比较满意 然后呢就是 最后呢 非常的再感谢 那个海洋 crazy enough 让我们有这样的好机会 好就这么多了 那其实也是很对啊 大师 虽然要跑一个100脉 200脉是很难的事情 要是做pacer陪你跑 这个20脉 我想不然 还很多人都可以做了上 也可以轻身体验一下 这个过程 然后杨梅 好像也是 这个黑马 也是跑 一马三Q 然后去年 今年就跑了 50K 100K的 然后这次 参与 大师的pacer 你自己的感觉怎么样 和自己 比赛和做pacer 有不同吗 这不是mute了还是 可能mute了杨梅 出来了 听到 现在可以是吧 可以 现在可以 对 我先总结 也是第一次很新鲜 参加这个 参加这个 做这个200脉的pacer 然后我觉得呢 他好多脉脉 采训 发生的非常好 主要还是他自己 他的 事先制定的 很好的一个计划 还有他的事情 然后 对赛道非常的了解 然后接着这些情况呢 做了很 合理的配信计划 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也很冷静 然后很坚持 很撞强的执行努力 所以 我就觉得 这个最主要的 那pacer 其实 我们在过程当中 我们解释 一个陪跑 就是 保证他能够 安全 再有一个继续来减少 他在这个 过程当中的 不适啊 痛苦啊 还有人来帮他分担 然后呢 呃在呃 其实在赛前 还用做一个非常 上次的准备 我记得6月12号 他会给我们 pacer 有一个 进入 然后安排 还有落实了很多的细节 然后我也做了很详细的 就是对我自己 就对我自己 做得很好 实际 机会 呃在呃 我个人的准备上 我也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呃 呃高版 我本人并没有高版 但是在这个 下旬的一周 我还是去了一趟 然后试验这个情况 然后试验这个情况 然后更写 有家人走 这种 而体验这个 这个 这个 拍屏的 这种呃 配色 然后再问问一个就是夜行 呃 我在之前 呃 二十麦 呃 就对我来说是一个 很好的试验性训练 呃 虽然我最后的那个时间段呢 因为后员 并没有月跑 但是呃 有个后面就是一周 呃 配色成光的那个 Wespa City 100 呃 做了一个准备 也感谢阿堂哥 啊 对 然后再有就是 在具体的行进过程当中 就是150 到169 呃 就是我配色当中 呃 配跑最短的一位 呃 我们是想要有点色情 太好的 因为台院当初是 好 所以他的状态非常好 我们的速度呃 稳定 而且很快 然后超过了一些选手 而一路这样就是跟选手打招呼 一厢鼓励 然后聊天 啊 然后吃东西 对 然后海燕他特别 呃 我觉得他特别教育 就是 我能让我自己觉得啊 比如说他平常说话 我就说 你不要再说了 你节省点能量 然后我带着吃了 用手拿着 他说啊 那我吃了吧 不要拿着了 就是 车切开是很 很很很 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呦 我吃不吃 对 他轻松的负担啊 然后 嗯 就整体来说 我那段是比较平准的啊 很快就 我就到了 呃 在上坡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呢 是在开拓走 平落河 呃 下坡的时候 海燕都可以跑 对 所以那一段我觉得还是 轻松的啊 对 然后再有就是 呃 我想说的就是 对 刚才也提到了 那个阿强说 疫情也提到了 就是在我们这个会员台当中 我觉得阿强哥的对应 非常不大 呃 对 然后接受呢 其实我想呃 要感谢海燕啊 还有 有有梅啊 海燕的夫人 她给我们提供了 跟她的那个 那个证锁啊 做了我们非常 修士的 推卸的 训续探索啊 还有就是呃 有梅还有那个 这个的 夫人 是叫雪梅 对她们也 被我们推卸 呃 提供了呃 很好的一个后勤 还有 影学上的保障 啊 还有那个 雪梅 承发了很多的家务 呃 就是让我们 能够很安心的去 呃 做这个配套员 呃 当然我们 每一个人在这当中 每一个人都是 呃 全力的呃 呃 配合 大家 保证了这次的 这个限制进行 呃 然后呢 我自己也非常 保安有这样的机会 参与今年啊啊 就跟我来说是一次 很 幸福 很难忘的经历啊 啊 我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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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真好 那个杨梅还给我唱了两首歌 是我 出国二十多年 从来没听过的歌 这是国内的歌 哈哈哈哈 对对对 一首就是啊 我跟我出国 对 啊 另外一首是那个呃 呃呃 唱一首天上的歌是 我跟我知道三国有一位叫呃 呃大师兄的那个 对 好友 他已经过去了 他这首歌是一首呃 赞美诗 对对 对 对 OK 所以所以所以配色都很多任务 多财多艺 大家都很 我感觉到大家还是还能批学你邀请他做他的配色 这个经历 然后啊唐哥就不用我介绍啊 这大家都 你是一个曾经跑过 塔后突发者 然后一个很惊艳的越野赛的跑者 你这次重归的话你觉得怎么样 嗯 嗯 首先那个海燕告诉他要跑两百麦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啊终于有人再去跑两百麦了 嗯 因为因为大家都觉得两百麦很吓人 嗯 所以可能很多人呃不敢轻去尝试就是啊 呃 但是知道这海燕也要去再试的时候 我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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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很很高兴 呃 当时海燕告诉我他的计划是八十五到九十小时 我当时第一感觉呢 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冒进了 因为我当时跑了九十多个小时 呃 但是后来吧 那所以呢 当我第一次第一程 一百三十五麦到一百五十麦我配色海燕的时候 呃 我一直在他后面 或者稍微比特曼半步的那个距离跟着他 呃 我就一直在评估他的状态到底怎么样 因为当时还没有 还有很长的路程 我怕也不敢push他 所以呢 当时评估他的状态 整个人的一个晚上呢 我就感觉到啊 他的状态很好 他在上山的时候呢 要比一般人快得多 呃 他那时候已经是一百三十多麦嘛 呃 如果说我 如果是上山肉 我们两个都不行的话 都都土步的话呢 他要比我 要比我快 有的时候我必须要慢跑 他的追上的路法 所以当时呢 我当时呢 我就觉得他状态还是不错的 比我当时跑到一百三十几麦的时候 呃 要强很多 所以后来呢 我就跟那个 呃 接 那个在我后面是 是杨梅来佩斯吗 我就跟杨梅讲 我说他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呃 你们就不要太拉的后腿 也不要太 呃 太 如果他想跑快就让他跑快 然后到了一百七十到一百九十麦呢 我 我 我再次接过来 再接着 带着他跑 呃 上山的时候呢 我觉得他状态还是挺好 就是到 到了一百七十多麦 他上山还是很快 呃 那那段呢 就是说下山呢 要跑很长的距离 大概有五麦是下山 下山之后呢 又有三麦的是 几乎是平路 呃 我稍微的有意识的就是 跑在前面 带了他一下子 呃 我发现他可以跟得上 然后我心里就有数了 我就开始忽悠他 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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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这个开始push呢 我想大概是最后三十麦 我们开始push他了 所以呢 他呢 呃 呃 因为那一段 我们好像超了很多的人 当时 因为五个还是六个 我就忘记了 我们当时超了很多的人 啊 当时下山的途中呢 看到一个女 女生 就是躺在地上 呃 很多人围着他 然后呢 后来那个消防队也上来了 呃 他也 他也拿着各种仪器 后来那个女生到底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到了一百 七十麦一百八十麦 很多人都已经是 很状况很不好 走路都很慢了 但是那个时候海岸呢 还是能够跑 而且跑得还是挺快的 当时 呃 我们我记得我们 我们当时这个下山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跑到了 十二分左右的配速 到了湖边的那个平路上呢 甚至有的时候跑到十一分左右 都有 都都有这种情况 呃 状态是非常好 到最后十麦的时候 呃 我跟那个杰瑞秋讲 我说 我说他的状态很好 我说你现在要把他 保持他的一个状态 要要要要做给他打鸡血 只要保持这个状态呢 才能以一个非常这个 要strong finish 一定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我们跑超马是这样的 绝大部分人到最后一二十麦 都不行 都是在慢慢的走 只要你能跑起来 你就能超很多的人 你越超人的话呢 你的这个 呃 就是就是越兴奋 就怕怕就怕到最后 你最后慢慢腾腾的走回去 整个人 虽然完赛 但是那感觉呢 就不是很好 我配着别人 我就希望你最后 最后几脉能跑得特别高兴 而且跑得很快 那样的话 大家都都都都都都很高兴 另外呢 所以做飞手的话 除了自己跑 然后你还要 就是有一个任务 就是看那个跑者 他的状态怎么样 我刚才听你讲了好多 他状态很好 你就可以push他 或者怎么样子 你要去衡量一下 他的那个状态是怎么样 那我刚才说过那个大师是 进入Burn 也是因为你也看你的那个 你的文章 你认识大师很久了 他跑步的整个过程 你都看着他长大了 你觉得你觉得他为什么 他能够跑下来 奥巴 你觉得他是什么原因 就是不是这一次 就是整一个 你看着他这个例子 这个跑步的过程 我觉得我觉得他 三点吧 我觉得 第一点呢 他的心态比较好 就是说 因为跑长距离吧 每个人都会有 情绪低落的时候 但是至少我配置他 这些这几次吧 我没有发现他 有这个情绪低落的 因为我也配置过 很多其他的人 有些人是 是有情绪低落的时候的 但是我没有看到 他有任何情绪低落的 那一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觉得他的计划性很好 他有一段时间 我说你要不要吃一点止疼药啊 他说我自己有 然后从中包里一个地方掏出来了 他说他把不同的东西都放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我做不到这一点 我拿东西我就在包里乱塞 就经常会在包里乱翻东西 但是他呢 把不同的东西呢 放在包的不同的位置 这样会找起来呢 会很容易嘛 对吧 尤其在你脑袋糊里糊涂的时候 你又找个什么东西 死我找不着 那是很气人 然后第三呢 他走路 就是他的徒步能力 要比一般的跑者要强 我记得我们有一年 我们一块去穿越大峡谷 就是叫R3 大峡谷的叫Rim to Rim to Rim 他上坡的时候就比我快 我虽然下坡抄了他 但是一上坡呢 就被他轻易的就超过去了 所以这种越长 这种特别长的距离 徒步能力快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大部分时间你是在走路 所以谁走得快呢 谁就会占很大的便宜 因为毕竟走要比跑 还是要消耗更少的能量 如果你大部分时间在走路 你走路比平年快 你就会占 你就会有很大的优势 另外呢 就说 就像还有这样 海燕就刚才讲到 就说马拉松啊 这个跟越野 就是他们有一定的相关性 但是呢 不是这种线性的相关 就说你一般来说呢 你马拉松跑得快的人 越野也会快一些 但不是说 你一定快那么多 那个不一定 就是说马拉松跑得快的人 不一定越野赛成绩就好 这是不是这种线性相关的 所以呢 我就鼓励 我就想如果像年龄越来越大吧 这个马拉松啊 对你这个身体的要求呢 就会越来越高 对你身体的强度呢 就要求越高 大家可以适当的考虑呢 就要跑一下越野赛 很多人讲就说 哎呀 马拉松跑这个26万 你们越野赛 动达就是什么 50万100万 那不就是对身体 就压力更大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路跑啊 用的肌肉少 这样的话就容易受伤 越野赛呢 用的肌肉群多 而且因为它速度慢 所以它实际上来说 它不是很容易受伤 当你摔一大跤 那是其次 就像就像我跟陈刚 都摔倒过 我们都摔倒过 累 所以那个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不发生 这个摔跤的事件 一般来说 你这个受伤的概率 要小很多 那我觉得 因为我有 我有follow 那个大师的 就是pandemic 就是大家都 没有地方去的时候 我觉得 Mount Diablo 都给你跑 跑 走 不知道 每一个 只有路 你都已经去过了 它是我们的 那个 我们叫 人肉地图 我们去那里 它 我们跟它一起爬山 它就知道 在哪里看的景色 是最漂亮 然后就带着我们去 所以我觉得 像你说的 就是走路 或什么 影响 走得快就行 那大师 你跟我讲过一句话 你说跑步 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刚才听这个 Pacer 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听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说 你的心态很好 然后 而且你不一定说 我非要跑 怎么样 拿到什么成绩 结果你 就是你跑 跑完了 这样子 那你觉得 反过来 跑步对你的生活 或者工作 有影响到吗 就是 刚才几位Pacer 其实讲的都蛮好 就是 我从他们 我跟他们在一起跑 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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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群 我们 我们这个团 团体 就是 就是这样 大家互相学习 不是说你非得去 拜师 这个 那个 但是你都可以互相 大家都会很无私的去 去教别人 这是一个很 那个 但是Pacer 就更是了 就是他们会牺牲自己的工作 牺牲自己的家庭 就是去陪我去 在三里 好几天 这个确实是一个 非常感谢他们 然后 说到这个体能 就是说这个超码 对自己影响 我自己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训练 正常 我们一般的像路跑呀 什么 我们一般就 一天跑一两个小时 然后 周末的跑两三个小时 这样 但是一到这个超码 这个 这个呢 就是说 你会花很长时间 这个 这个长时间呢 其实是一个从 我是觉得从体能训练的 你要到心理训练 就是真正说 能够在你支撑你去 在不管在三连 或者在哪里 能够兼职十几个角色 或者多长时间 靠的还是 你的意念 就是你能够保持一个很 正面的一个主观意念 然后 培养这种耐性 然后处理各种 因因素的能力 或者应变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 对对我们 就是日常生活 是很有很有帮助 因为我们 平时也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 然后怎么去 用最正面的思考 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 一个一种训练 这个训练我觉得是 是蛮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跑超马 通常就是野外 老实叫做野外的 所以呢 你要在平时训练 或者在比赛当中 你会学到很多 在野外生存 或者在野外应急的 各种问题 就有时候你自己 一定要准备这些东西 不管是说你为了自己 也要为你的 你的fellow runner 就是跟你一级跑的人 或者是一起参加比赛的人 大家就是有一个这个心照不宣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看到别人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就会去停下来主动去帮别人 这个在一般的在马拉松啊 或者什么是比较少的 因为你一停下来 你停两分钟你完了 但是在野外生 这种比赛的话 两三分钟根本不算什么 十几分钟有人都可以拖下来 所以大家会都会停下来 就去帮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因为大家我觉得 最主要还是要为了安全 基本上就是这样吧 OK 我们今天也超时了 好的东西会讲也讲不完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提问题 before我们看Q&A的情况下 我是有一点感想 就是觉得说希望 我用英文说吧 就是说人家说 You plan to see to believe in tomorrow 所以我觉得希望我们上星期 这个星期的一个分享 并不是说叫大家都去跑 跑这个超马或者是跑山 不过我希望大师的经验 能够给给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有一个指引 就是你能够有信心的 觉得说自己可以跑下来 那然后一个总结 我觉得是说 我根据大师一些文件 你给我看那些 我觉得成功还是要给 要有准备的人 所以你为了安全 就是为了安全 你可以放弃 是为了能够继续走下来这样子 然后安全第一 这是唯一的种植 所以我们跑步 爬山都有听到一些意外 我觉得我们强调的就是安全 然后你这个准备功夫 我们可能这个share 这个file里面 大师分享了一些 他一些装备的清单 那个清单 是好像有一个website 你是可以打进去 你要做什么的 然后你就知道重量 或者什么分类 然后有一些 他自己有一些 就是这个官方网站 那些information 到时要是我们 share这个powerpoint的话 你可以进去看 那这个希望能够帮助 你要任何的准备这样子 怎么去看 有没有chat 没有是吧 OK 没有 没有 OK 那我们要不就是open the floor 还是还没有继续 我们讲两个星期 可能也cover 有些是overlap 然后看一下谁 还会有没有问题 可以就是open你的脉想 就不用打 我有个问题 问一下大师 就你准备这个200脉 这个月 这个你是每周大概的走量 或者跑量大概是多少 其实也没有特别大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 其实我的准备工作 就是从训练角度来讲 这次比赛出了很多状况 我其实没有讲 然后因为昨天也是没有时间讲 我就是在这个比赛之前 其实我有三个100K的 准备去跑的 结果就跑了第一个100K 就因为鞋子的原因 也没跑好 然后脚就一直准着 然后跑第二个100K 就把它downgrade到了50K 到第三个100K的时候 得了COVID 然后去 就是quarantine了十几天 然后那个比赛之前 还是test positive 所以那个比赛 第三个100K就没有跑成 然后两个礼拜以后 就去跑了Tahoe 200K 所以其实一路 整个比赛 这个训练过程 其实不是很顺利 然后但是我基本上就是说 但是我想的就是说 要用就是训练那个pace 就是那个比较slow pace 因为经常你不习惯这个pace的话 你一抬脚就会跑快 你跑快了以后 你就自然就 你200M的pace 你就用100M去跑了 就像阿坦在 那他的博文里头就这么说的 他就是说就是你要一开始 如果你本来应该是跑慢一点的pace 结果跑成了100M的pace 那你100M以后就比较痛苦了 所以我当时就是训练之后 我就是看了他的文章 然后我就觉得训练了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pace 建下来 然后要be comfortable with that pace 然后就是主要是在hiking 其实主要是在山上去hiking 这样的话呢 我就是尽量去提高这个hiking的这个pace 所以实际上时间呢是比较长 就是大概比如说中午的话 就是要靠比如说今天去hiking 嗯 二十万的话 明天再hiking十万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 啊 的就是训练方法吧 你可以讲是训练方法 其实也没有任何 structure的那个计划什么的 就是这么 我就是当时想的就是要做是time on feed 然后尽量的去适应那个200卖的那个pace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acclimation 然后因为在那个地方的话 我有一个条件就是我可以经常去塔河那边 啊 住下来 然后去在那边山上去练 这样的话呢 对那个环境 对那个 对那个altitude比较能够适应 这个也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 在优势吧 嗯 谢谢大师 不客气 OK 我想我们也 做了很多东西 还有没有问题 我们 就可以 我 诶 杰米 我问一个问题好吗 能听见吗 可以 诶 对就是说如果 呃 那个咱们本里面有新人 哈就有很多人是你去走山啊去这个hiking啊 他们如果想啊比如说想开始呃对这个超码有兴趣的话 那有什么建议吗就是这个训练的呃方法呀或者是什么参考书啊之类的有有有有可以借鉴的吗 对这个这方面你要是比如说一般的有有有现在有很多这种像跑the first 50k啊啊啊这种书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呃嗯就是市市面上你是 Amazon也可以买到这种书就是说他专门讲怎么去跑超码就是怎么去跑你的第一个100k啊或者第一个50k啊啊啊他有有这方面的 呃训练计划都有然后他们呃就是你要你可以去呃就是呃买买一两个这样的书看看然后呃基本上就是说呃就是他们就是也是其实跑the first 50k啊什么的你的训练那种那种和跑个跑马非常相似 所以大家如果跑过全马的话就训练一个50k基本上呃是很容易的但再长就不一样了再长的话我我我我我没 你刚才讲的就是因为很多其他因素你要去训练就是你要去怎么去训练比如altitude怎么去呃训练carry各种东西啊啊啊然后就是上坡呀下坡呀就各种呃还有晚上跑呀啊就是就各种因素就比较多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的nutrition就是你能不能在呃十几个小时以后还能够坚持吃下去东西呃这个也是要训练 所以呃所以呃所以一般人家你开始跑50k比较容易就是再往后呢就是就有各种不同的challenge就是你要自己就是要要你要去丢我的就是 好谢谢 那我们的last question吧要是啊反正大师也是在三国有什么问题就过来群跑就行了那样就是可以再去问最后一个问题是问大师有看到吗说 下山下山用感用那个pull怎么样保持平衡这个要练习吗下山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你不用pull嗯什么情况下我我我我感觉是这样的因为你你你用pull的话会slow you down是吧但是如果你要是遇到那种非常啊steep或者是very slippery那种那种那种地方比如说乱石呀还有那种杀土呀那种 情况下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呢多两个pull的话呢就可以支撑你就是这样可以billance好帮助你去平衡这样你不容易呃不容易摔跤啊那个那种情况下呢就是当时你就用pull去往前去伸嘛这样的话呢你就是等于说你本来是两条腿像他变成四条腿了对吧就是你你容易平衡啊但是那种情况下你往在那种情况下你是不可能有paste就是就是很慢就是啊 okok那好那今天今天晚上晚上谢谢大师呃我们的paste的分享然后嗯happy running 那晚安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嗯晚安谢谢大师好谢谢jb OK谢谢OK OK ok bye OK